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民进党真正这七年 我跟各位报告有七大政绩 东厂张天青 北农吴英宁 台大梅校长 阻挡BNT 新竹棒球场 黑金枪毒炸 以及七缺苦哈哈 先说第一个东厂张天青 那就是国家机关动尽所有之力 打击迫害在野党 用尽一切污蔑肮脏下流的手段 就是要刻意栽赃诬陷 是以民进党为首 第二北农吴英宁 象征民进党上台之后 仇佣为主 用人为亲不看专业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所以没有专业靠闺蜜也可以 不懂经济的当上了经济部长 不懂内政当到了内政部长 不挺劳工的当到了劳动部长 现在是开放莱猪力挺莱猪的 反而成为所谓的农业部长 第三台大梅校长 那是一个政治介入校园 干涉学术自主校园自治 最黑暗的一个案例 而且当时调用了检警司法 全面动员要来追杀管中民 当然是邪恶的事件 第四个阻挡BNT 大小姐叫你不要买 民进党整个就是以义牟利 这是侯汉廷出版的书籍 以义牟利 非常的谋财害命 游记得疫情那两年期间 人民生活苦着累着 但官员却在缠绵匪测 还有押韵 再来第五个叫新竹棒球场 那就是钱瞻8000多亿的预算干嘛 成为前坑 民进党的施政以及执政 他所有的施工品质不佳 品质低落流于弊样问题 再来黑金枪毒炸 当然是民进党执政多年以来 治安败坏 打炸越打越假 诈骗越打越多 最后一个七缺苦哈哈 内政治理无方 表示民进党失位素餐 怠惰独职 早就应该下台 赖清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曾经召开记者会 我要解决五缺 动用了很多钱 撒了很多币 结果到现在五缺没解决 反而又多了两缺 所以上面这些问题 照理来说蔡英文有脸的话 早就应该下台了 然后现在这些问题 赖清德身为副总统的时候 什么事也没干 然后什么力也没出 什么问题也都没解决 表面上拿出成绩单 但实际上点开来看 每一件事情 赖清德都是 共犯集团的成员之一 所以上面这些问题都不解决 就想问赖清德 你还凭什么执政